以色列透露巴黎谈判成果 扩大约旦河西案足跡 北约表态 乌克兰可以袭击 俄国境内目标 学者解读 欧盟推出涉俄制裁 四中期被列黑名单 欧美称赞台湾民主进程 挺台参与国际事务 藏力十年 2.4亿年前 中国龙化石公开 大家好 首先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24日 礼拜六 欢迎收听希望知识国际要问 我是林欣 2月23日 以色列在巴黎参与新的人质 优战协议框架谈判 两家以色列电视台报导清 多方围绕谈判 持谨慎乐观态度 但尚未取得突破 请听报导 以色列第十三频道说 由摩萨德负责人 巴黎雅领导的 以色列团队 在人道主义换助 和一些未公开的其他事项上 在谈判台上 占据了优势 报导指出 以色列定在23日晚回国 在同一天 根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的报导 在哈马斯放松立场后 以色列在执行协议的休战期限 加沙战后重建 和加沙巴布人民返回家园 等问题上保持灵活性 同时 该频道说 哈马斯在23日 继续谈论永久停火 和结束战争 并将其作为人质协议的条件 此举遭到以色列断言拒绝 在另一方面 哈马斯大幅减少了 要求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数目 同时该方的其他主张不变 包括要求大约四个半月的休战 以及分阶段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 其中平民将首先释放 最后是被绑架的士兵 匿名的以色列军官 告诉媒体听 谈判台上有乐观的态度 但他认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 在此之前 以色列提交的一份初级协议框架 遭到哈马斯拒绝 预计另一份框架文本 将在穆斯林的齋月开始之前 送达哈马斯 报导也引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 以色列直到最后一刻 都会加大军事压力 因为只有在战火中谈判 才能够取得成果 以色列文化部长佐哈尔 23日在接受第12频道采访时说 哈马斯立场的改变 是以色列军事压力的结果 他强调 特别是以色列军队 将进军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 拉法的威胁正在起到明显效果 以色列预约于3月10日开始 在这个时期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 通常会加剧 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等地周围 因此外交努力变得更加紧迫 而在加沙前线方面 邻国埃及也在急于 阻止以色列对拉法发动潜在的进攻 该国担心 这个会将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 推入其他领土 因此 该国正在逼切希望 以色列和哈马斯能达成协议 另一方面 也是在23日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足跡不断扩大 从当日起 以色列在财政部的指示下 增加建造3000套新住宅作为定居点 以应对马亚勒阿道米姆定居点附近 发生的恐怖袭击枪击事件 在22日 3名巴勒斯坦枪手 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城市附近 枪击当地民众 造成1人丧生 12人受伤 在此之后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 公布了定居点扩张计划 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 斯莫特里奇在一份声明里表示 这个计划 令让伤害我们的恐怖分子知道 对以色列公民 动一只手指头都会有代价 他们除了会加深我们对整个 以色列土地的永久控制之外 还将遭到致命的打击和破坏 近年来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 建设了相当数量的定居点 在以色列公布新政策的时候 2月23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阿根廷的布尔洛斯·埃里斯宣布 推翻上届政府制定的政策 废除了宣布以色列定居点 不违反国际法的主张 他说此举对实验和平 起到相反作用 同时会削弱以色列的安全 而以色列财政部表示 这个决定是对约旦河西岸枪击事件 适当的犹太复国主义回应 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首度明确表态 乌克兰有权攻击境外俄国军事目标 原因是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违反国际法 也有北约官员对金融时报证实 史托尔滕贝格的方法意味着乌克兰可以攻击 俄国境内军事目标 请听报道 北约首次公开做出这类表态 外界关注斯托尔滕贝格有关言论的原因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邮斯尔对本台表示 在北约进行这个发言之际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该算进入第三个年头 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两边其实都没什么士气了 又斯尔说 你说俄罗斯可以很有效地打赢乌克兰 它做不到 至于乌克兰要修复失土 一开始还算不错 后来慢下来 两边现在变得非常焦虑 第一个 俄军的实力不是真的绝对大于乌克兰军 第二个世界对于乌克兰的支援军事援助 后来在西方慢慢产生一些所谓的乌克兰军代 另外还有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也在进行 所以如果现在乌克兰可以在境外攻击俄军 当然对于乌克兰的反攻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这个帮助还是要建立在西方对它的军事援助 和经费的支援 真正关键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透过 普京和赞联斯基这边 有一个外交战 一个所谓的心理战 会比较有效能够有一些进展 斯托尔·腾贝格22号指出 当外界援助F-16战斗机送到乌克兰的时候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将可以使用F-16战斗机 袭击俄罗斯领土 他强调乌克兰的所有盟友都希望尽快提供F-16 但乌克兰的飞行员和维修人员需要得到足够的训练 斯托尔·腾贝格对自由欧洲电台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侵略战争 早已公然违反《国际法》 而根据《国际法》规定 烏克兰有权自卫 这也包括攻击境外的俄罗斯军事目标 近几个月以来 烏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和远程导弹 打击俄国境内军事目标 其中包括聖比德堡附近的俄军尤库等 外界认为如果F-16战斗机抵达乌克兰 将大幅度增加基辅军方 可以打击俄国领土范围 2月23日欧盟在俄乌战争两周年前夕 推出新一轮制裁措施 打击了多个协助俄国获得零件的企业 其中包括4家中国企业 根据欧盟部长理事会发布的制裁方案 近200个个人机构和实体组织纳入制裁清单 其中含蓋10个北韩的个人和机构 包括北韩国防部长姜迅南 请你报道 在全部的27个企业限制对象中 有4个企业来自中国和香港 包括广州欧彩科技 深圳易路发电子、深圳迫光贸易 以及设计香港的RG Solutions公司 相关做法反映出欧盟对中俄企业 躲避制裁的贸易活动容忍度下降 欧盟的制裁也纳入了对俄罗斯输送的 无人机组件设施 填补了有关缺口 当局宣布禁止对俄罗斯输送变压器、整流器等电子零件 可供均用的铝制电容器 也被列入禁令 这个举动是欧美对俄罗斯联合发起制裁的一部分 双方致力于削减俄罗斯制裁战场武器的能力 并且封倒其躲避制裁的渠道 公开数据显示 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以来 欧盟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57% 入口量下降了69% 欧盟对俄罗斯出口的均民两用产品和技术 相较战前降低了80% 战场用物品的对俄罗斯出口降到接近于零 只是剩极少数医疗用品 去年第四季度出口额不到100万欧元 23日消息 美国国务次卿劳南和欧盟外事部发布联合声明 重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同时表示欧美肯定台湾的民主进程 支持台湾参与有意义的国际组织的做法 请你报答 劳南和欧盟外事部秘书长沙尼洛 之前召开中国议题对话会议和印太资商会 23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会后联合声明指出 美欧担忧中共实体 对俄罗斯提供均民两用产品 躲避国际制裁 同时呼吁解决中共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 并就此采取行动 声明提及中共在国内谋划任意拘留的行为 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受害者 并且强调将努力反击中共针对国际社会的跨国镇压行为 中央社指出 美欧重新 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称赞台湾1月份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 展示了充满活力的民主进程 同时支持台湾增加国际参与 在欧美国家公布联合声明之制 中共政府对台湾的恐吓行为加剧 随着当选总统赖清德准备在5月就职 中共对台湾的言论更加尖銳 在23日 中共负责台湾政策的最高官员 王滬宁在中共年度台湾工作会议上声称 北京必须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主意 并且进一步掌握统一战略主动权 金融时报的政治分析家表示 有关措辞比去年更加激进 这个反映两岸之间的关系恶化 而在这个时候 欧美正在採取多种渠道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22日 美国与台湾签署发展合作备忘录 预计将在咨询通讯 农业 气候 能源 中小企业及基础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 也是在这个礼拜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率团访问台湾 展示了对台湾安全的重视 2月23日 英国苏格兰的科学家 揭晓了一项非凡发现 他们表示 科学考察团发现了一块非常奇怪的史前化石 其造型类似 与中国古代壁画中的中国龙 请听报道 根据科学杂志的说法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国际团队 在中国南部的贵州省发现了这块化石 化石中的生物身长五公尺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三叠多 距离现在大约2亿4千万年 考察发现 这块龙化石 拥有32块独立的颈椎 爪布有5只细爪 显然非常适合海洋生活方式 它的四肢翻转的程度 和在它卫捕保存完好的鱼类化石 表明了这一点 之前 来自苏格兰、德国、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 在北京古籍追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已经对这块化石进行了10年的研究 有关消息首次在23日宣布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自然科学管理员 弗雷泽博士说 这是三叠多的有一个奇异而奇妙的例子 一直困扰着古生物学家 它说它引人注目的外观 令人想起中国神话中的龙 这个引发了全球的想象力 而北京古籍追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的学者指出 这是一项国际努力 在贵州省发现的所有三叠多化石中 这块化石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 有关研究的论文 已经在爱丁堡皇家学会 地球与环境科学会刊上 全文刊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